失戀的話我會像 有點像網友這樣 就是其實失戀就想要發洩 那個時候比如說 心情不好的時候 因為我們有一個那種群組 然後我覺得應該每個人 都有那種勸敗群組 就裡面都是什麼精品什麼 剛好看到我一個很喜歡的閃電 他跟LV出了聯名 然後覺得說不管這東西太帥 我就是要拿它來當手提包 外出沒有背包就是要買 然後就在這裡 然後這個包包 結果它來的時候我發現 它是個行李袋 它很經典的袋包 經典的一個 但是因為我那時候喝多 然後看那個圖片 就覺得它很帥 你看 喝多了 不管怎麼樣 就是要買 就是帥哥 然後這個大概六萬多一點 重點是他來的時候我發現 他現在光提就五公斤 對啊 就是不專門喝東西之後 可是他們家的袋子 本來就很重要 因為以前沒有圓舞過 你也不知道 而且重點它六萬多 所以這個行李袋 你看它現在都已經放成這樣子 然後跟藤圓號聯名 你可以拿去賣啊 這個是不幸中的大幸 就是因為他跟藤圓號聯名 所以他現在二手價格非常好 那你又在抱怨什麼 就是我抱怨的地方是 就是我本來想拿它當手提包 就是一般用的包包 但是最後發現 就是你看錯指尊 對…就它太重 我沒有辦法用 第二個是 也是差不多跟剛才一樣的感覺 就是我看到群人們覺得 哇塞 這個手環太帥了 以前陳冠希有戴 是這種手環嗎 不是… 陳冠希最好會戴那種手環 就是他那時候戴有一個 也是這個LV的 這個很經典的一個手環 我覺得很帥 然後也是看到我說 他說我們現貨只有17、18 我說17、18沒有問題 我一定戴下 我很瘦 因為那時候大概70公斤左右 結果他來了以後 他真的是17公分 然後17公分就是 帶都帶不下去 然後就浪費了 然後經過了這件事情之後 我學會到 原來我的手環是19公分 你身上19公分是在手環 手環… 手環… 太可惜了 手環… 手環… 因為其他是14公分 林真妳真的好會抓重點 對… 所以就是告訴大家 就是不要亂花錢 這個好像是12,800 這個… 好貴喔 因為那時候還是… 而且還是很貴的 因為那時候是炒… 炒賣的價格 我覺得好看耶 這個可以賣 可以賣掉嗎 對 這個可以賣掉 有…我還是現場要兜售 不是… 賣東西 對 所以不要亂花錢 我覺得 真的… 製戀之後呢 我不知道大家會不會… 就是要發洩 就很容易遷怒 就比如說我也是飯店 然後我前任送我的錢包 我記得是個BV 然後它是個八卡的 然後你知道那卡夾很難拿 就它其實是很緊的 所以當你… 比如說你在拿這個東西 然後一直拿 抽不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情緒不好的時候 就是我做過很激動 就是… 拖不出來對不對 我就很生氣 然後直接窗戶 我就往外面扔 你根本就是個瘋子耶 就神經病已經 把整個錢包往外丟 往外扔 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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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是因為那時候 其實已經很難過了 然後… 那個窗戶大概在哪裡 那個窗戶現在… 你有查那個錢嗎 這個很久以前耶 可能已經在七 八年前是 應該是找不合得 對… 我知道那種心情就是這樣 你真的送我這個爛東西 我不要了 就是這種感覺… 對 那你至少丟的時候 把東西裡面的東西抽出來 就是因為抽不出來 很細 它卡住了 你送我的瑕疵品對不對 然後呢 跟你一樣是瑕疵品 你送我的東西 還在讓我心情不好 這兩個字不要用藥了 所以就是… 可以… 這個事情後悔 這個事情後面的結果 當然就很智障 就是我要挨家挨戶 自己再重辦政見 對啊 很煩耶 所以其實經歷過程 覺得說 以後絕對不會再幹 這種類似的事情 我覺得花錢早開心 但那個東西 是要有用的東西 就是我之前有一次是 因為那時候要全家人 就是只有一台電腦 我們家 然後那個電腦就在書房 所以以前要聊天的時候 放學衝回家 第一件事情就是打開電腦 要跟喜歡的人聊天 然後… 但是因為我跟我姐 都要用電腦 所以我就要輪流一個人 可能只有一小時這樣 然後我想說 可是這樣我覺得不行 我覺得要維持感情 一定要一直聊天 所以我就為了想要買 自己的一台電腦 我就去打工 我那時候就去牛排店打工 打工了兩個月 就賺到了一個電腦的錢 我就去買了一台筆記型電腦 買完之後 我就覺得超開心 就每天聊天 就是五天分手的那個 聊五天 對 一台電腦只有五天就分手 但是他沒有錯 他幫我交到了我的下一任男友 所以他其實是很有用 我覺得花錢是要買一個有用的東西 失戀的時候也會想說出國 那是長大之後 就是我那時候是要療傷 我就想說我要一個人出國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跟那一任是遠距離的關係 然後他就覺得 幹嘛一直無時無刻 兩個人就都要在一起這樣 就是覺得我不夠獨立 我就想說好 那我要長大 我就去學開車 然後我就一個人 就是去做了很多事情 我還一個人買了機票 我就往東京飛 我就覺得我要馬上長大 就是我要讓大家知道 我一個人也可以很好這樣 你真的屬於是機動嗎 對 我覺得你是我們這邊的 對 你就是所謂的機動化 不是說一定情緒上 是你對這件事的reaction很大 可是我的處理方式 是很冷靜的 沒有 沒有 你花了很多錢 你花了 你就是說對於這件事情 處理方式是很 你的reaction是很大的 對 反應 就是你必須現在要出國 你需要逼自己成長 對 可是我是很冷靜的 想這件事的 沒有 你對冷靜真的有 冷靜是說分手之後就分手了 我就沒有做任何事情了 對 這一段就過去 不行 也沒到那麼冷靜 而且它上面寫說 他出國了一個月 對 我去 那應該要花很多錢 我去東京一個月 而且我那時候還覺得說 我要做一點改變 我就直接把我那時候 到腰的長髮直接剪超短 就像這樣 就是直接剪到正面 我跟妳說 我跟妳說 來 妳坐過來 妳坐過來 我就直接覺得不舒服 我跟她說 你學會本字典查一下 激動性 我有失戀的 我被搶頭髮 但是我是晚上自己把它剪掉 更瘋 那是瘋 對 那是瘋不太一樣 對 然後 對 所以你留在女人的位置 沒有錯 我們現在只要勸她過來 只要叫她加入我們 沒錯 我也有剪 我也有剪你過來 妳不是會做出傷害別人 或傷害自己的情緒化 對 我不會 但是妳對這件事的反應 很激動 就是妳會覺得要做些什麼事情 來證明這一段已經過去了 最後功德都是這種人 妳趕快加入 對 要壓抑 再壓抑自己 真的 我沒有壓抑 妳這種最後功德是妳 他們這種最後功德是旁邊的人 妳罵公一封喝一盒一盒 還人好好的 對啊 錢包沒有了 證件也沒有了 這就OK了 沒事了 因為已經發洩完 所以她應該直接那邊開一個區 她坐在那裡 對 要坐在那裡 好啦 真的 對 所以我這邊 結果我是冷靜的是不是 你很冷靜嗎 我覺得是喔 你根本就是沒有在用感情的 你有冷靜嗎 聽聽看 你是怎麼回事 你有到冷靜 聽一下 我洗臉了之後 我也不會就是 一直想要煩惱別人 朋友 之前女朋友 我自己 因為只在一起一個晚上 沒有啦 是一年多啊 一年多 對 我就會出國 去的國家是 最好是有很多的大自然 就是可能不要去那種 大的城市什麼之類的 因為那邊太忙了 所以妳可以去一個 比較安靜的地方 比如說我之前去那個 泰國 然後因為泰國就很多島啊 很多海邊 然後我本來是巴西人 就是喜歡海邊 熱情的國家嘛 然後我本來就是旅遊 我都是會花很少的錢 可是我那個時候 就覺得我失戀了 然後有點不開心 然後就覺得算了 然後可以住 比較貴的飯店 然後就吃得好 然後去的地方 都是很完美的 還有出去 派對什麼之類的 我就玩得很開心 然後那個錢 就是花了非常開心 後來我真的覺得 我完全沒有難過 所以我覺得就是如果 因為妳在那個旅程 晚上派對的時候 玩得很開心嘛 一人出去兩個人回來 對 一人出去兩個人回來 不一定兩人 搞不好六人 沒有 一個出去一個回來 是這樣 對 你會保留前任送給你的東西嗎 一定會的啊 為什麼不保留嘛 對不對 要多東西已經來了嘛 對不對 然後 那你家裡應該很多東西 沒有 有一些啦 譬如說之前 包錢包 對啊 你朋友送我香水 對啊 還有一點點啊 還有一點點啊 你這樣不會想到他嗎 因為你身上會有 不會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概念 而且我都排他回家那邊嘛 我現在一朋友也會烹啊 對啊 一起用啊 沒關係啊 但你現在就不知道 是他要送的嘛 對不對 好 OK 這都可能要解 可是沒關係啊 他也知道也無所謂 很敏感 因為外套 我之前有一次是男朋友 但分手 他的外套留在我家 我會每天拿起來聞 我也會 你知道就是我們在 我也會耶 對 這不行 這不行 來 你跟 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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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也會 而且你知道我瘋到什麼程度 就是因為我喜歡味道 來 這石頭送給你 這是避開一些不好的東西 我想問一下 這個是不是開戰把錄到現在 第一次來賓就是換位子 不會不會 自從他來了之後 那邊風水會怪怪的 沒有 我會特別跟一個 要跟我分手的人 要他的衣服耶 你看 把師叫你跟他要的嗎 不是 不是要做吧 沒有 那姐我想問一下 這是你們療傷的方法 不是 你會覺得 想他的時候 就想要拿起來聞一下 每一個人身上都有一種 獨一無二的味道 可是你不會就是 因為這樣子 就一直走不出來 不會 不會 所以他們兩個就是在曬一場 偷衣服那兩個 沒有 我們要拿的是就是喜歡的人的 對 我們不是所有人都要 你看 因為妳是這樣子 若妳這樣會難過 會不會覺得自己很孤單 有 有一點人要不要過來 好啦 而且 不是 而且妳不覺得 林莎妍 我覺得這樣很浪漫耶 妳有看過就是 妳有看過一個電影叫香水 或是那個還有以前 艾爾帕西諾 有個片子 片子叫女人香 我們是照味道來留住 如果妳們還在交往的時候 這是很浪漫 但分手 妳在那邊聞人家 那我就知道人會分手 所以我交往的時候 我現在只有在問妳 要是衣服的時間點 然後有限量 我現在在等妳的事情 就是很詭異 妳就很像分手 為什麼還要跟他 要一個衣服來聞 那妳怎麼走得出來 就是我在想 這是不是他們療傷的一種方式 而且我還會怕它的味道消失 我一定會把它弄在蜜蜂盒裡面 因為每次一打 妳越來越瘋了喔 林莎 妳在做過來一次 還是我跟妳換位子 我現在都可以保留 蜜蜂盒 哪一個牌子比較好 不要在那邊換方法 因為如果妳單純把它掛起來 或單純收起來 那個味道 就會不見 但是妳用蜜蜂盒 妳一年後打開 那個味道都還在 七聲 醫生該配藥了 我以為 哈哈哈哈